我們有些特急的案例 醫院可能叫我們 我想你們盡快來 我想幫病人拍照 我們知道甚麼事 我是Felix 連枝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這些就是我們平時出作用的小車 我們就沒有拉行李箱 因為行李箱是裝不完我們的器材 主要是看工作性質 然後我們決定用甚麼器材 如果真的要高要求 一定離不開數碼貝 客人也有些東西是認識 不知是甚麼 但會問你多少像素 要一些靈活性高一點 一般單反我們都會有用 實用性來說 我會建議投資鏡頭多於機身 鏡頭是保值一點 機身始終幾年後會跌得很厲害 初初伸手 看看你自己喜歡拍甚麼 是否下一次要全現幅 我覺得可以一步一步 是否下一次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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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貨囊主要是外拍閃燈的使用 亦都我們俗稱叫做非燈押光 其實我以前純粹是拍一些家裡的生活照 都很少說他這麼專業的拍照 但第一次跟了Felix Sir 就是原來是用一個專業的角度去拍照 原來是完全不同 跟Felix上課 他本身是很幽默的 而且態度很有善 對我們的學生很好 通常都會用一些啟發的方式 去令我們啟發在攝影方面的思維 會否這樣好些 或者是擺過一些好些 角度低一些會好些 就不會閒死我們一定要這樣做 我教出來的學生 跟我一起組了一個同學會 我們的同學會 跟一般攝影會有些不同 我們除了教正常的攝影活動 會出去拍一下東西 會有旅行團一起出去玩 但我們成立的目的 我們一定是以義務活動行 是去到醫院 在靈養一些癌症的病人 幫他們拍一些全家福 個人照 我們有些特急的個案 醫院可能叫我們 我想你們盡快來 什麼時候 我想幫病人拍一些緝照 我們知道什麼事 那次也是 他安排了每一個家庭 家庭有很多人來拍照 希望有一天他會看一張照 明白到他爸爸媽媽 公公婆婆爺爺爺 為何想跟他拍一張照 其實在我來說 我在這些活動中 學到的是珍惜 System